現在記者從27樓的華西南部中心 一路徒步走樓梯 現在已經走到第三樓了 但是真的滿累的 一次要走27樓 因為這個電梯呢 是完全沒電的 停電了 沒電梯搭 記者從27樓南部中心爬樓梯 爬得氣喘噓噓 更高樓層的辦公人員 有人爬到一半就放棄了 你們在幾樓上嗎 你們在幾樓 39 天啊 只有17樓 好崩潰啊 趴了17樓 兩個人已經上氣不接下氣 上午9點多的大停電 有40樓高的華西南部中心大樓 發電機來不及啟動 每層樓瞬間一片黑 管理中心報告 管理中心報告 目前大樓停電中 從接式起畫面 看到一批人剛走出電梯 不到三秒就斷電 還好沒有受困 只是接下來要上樓的一批人 閃在電梯口望著沒反應的電梯 還有人來上班的途中遇上停電 甚至不少高樓層的辦公人員 乾脆不上樓了 直接就在大廳等 有人沒電 無法辦公下樓偷閃 就只能等待一下 就在這邊喝飲料等待 我們需要電採訪 你們是什麼樣的工 資訊 資訊 所以電腦都盪掉了 因為一場大停電 辦公大樓外好熱鬧 還好不久大樓發電機啟動了 讓大家終於能夠正常辦公 華視新聞邱俊平 許雯南高雄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請按下